在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介绍的是音源定位 那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要介绍听觉里面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Sound Perception跟Vocal Learning 就是我们要如何听到声音的一些不同的特性 以及呢这个语言的学习跟声音的学习 那在这一节当中呢 最关键的因素呢 就是我们需要能够了解说 大脑是如何去Extract Acoustic Feature 就是声音的这些特征 那同时呢这些声音特征呢 这个Extract出来之后呢 能够帮助人类或者是动物呢 进行所谓的Sound Perception跟Vocal Learning 那首先呢我们再回忆一下呢 我们在前面的单元当中呢 我们介绍过在这个Cochia就是耳瓜管里面呢 Frequency呢是由不同的位置来决定 在比较低的位置 在Basal的地方呢 是For High Frequency 用比较浅的颜色来表示 红色比较深的颜色呢 表示Low Frequency 是在比较这个Epical 在顶端的位置 那这件事情呢 在传达到大脑之后呢 从这个内耳呢 传到大脑的第一站呢 就是在脑干的位置 在Mandala的地方呢 有一个重要的这个Nucleus 第一站呢 叫做Cochia Nucleus 在Cochia Nucleus里面呢 它的这个Frequency的这个encoding呢 还是维持住它的这个Mand 在比较靠近Ventrocyte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这个低频的讯号 主要在靠近Dosalcyte这个地方呢 则是属于比较高频的讯号 所以呢 在这个Cochia Nucleus里面呢 它基本上还是维持了我们刚才在之前的单元里面介绍的 在内耳里面 在Cochia里面的所谓的Tone of Topic Manby Low Frequency跟High Frequency呢 是从Ventrocyte到这个Dosalcyte 但是我们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在脑干里面的这个Cochia Nucleus的话呢 它可以分成两个区 一个呢 是靠近在背侧的 称为Dosal的这个Cochia Nucleus 以及呢 在副侧的呢 称为这个Ventrocyte Nucleus 那它里面有两个 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呢 就是在Dosalcyte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分层的 所以我们称为Layer Structure 在Ventrocyte这个地方呢 则是没有分层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呢 在Cochia Nucleus里面呢 它扮演了所谓的讯息的 这个Diversion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也就是呢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记录到呢 我们发现呢 至少有四种不同的Neuron 分别称为Ectopus Cell Bushe Cell Stellate Cell 跟这个Fusifon Cell 这些不同的Cell呢 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 那它所分布的位置呢 跟这些Affron Fiber的Connection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Bushe Cell呢 它主要呢 是在这个Ventrocyte 但是是在Anterior Ventral这个地方呢 去跟这个Affron Fiber 就是从这个Cochia来的讯号呢 做Synapse 做Synapse 那另外呢 在这个Stellate Cell呢 跟Octopus Cell呢 则是在这个所谓的Posterior Ventral的这个Cochia Nucleus呢 去跟这个Cochia Nucleus呢 去跟这个Affron呢 进行这个Connection 那在Dosal Cell呢 是另外一群Cell呢 我们刚刚讲的叫做Fusifon Cell呢 它主要呢 是在Dosal Cell的地方呢 跟这些不同的Affron Fiber呢 进行这个Contact 那这四种不同的细胞呢 在Cochia Nucleus呢 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讲Retina的时候呢 它像是Bipolar Cell一样呢 作为这个平行处理的起点 也就是呢 这个讯号从Cochia来的这些Nerf呢 所带的讯号是一样的 但是呢 到了这个Cochia Nucleus 脑干里面呢 经由这些不同的细胞呢 将讯息呢 做不同的处理 那这些细胞 为什么可以将声音的讯息呢 进行不同的处理呢 最主要呢 是因为它的一些细胞的特性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这边呢 是过去有记录过它的这个Intrinsic Property 其中的Ectopus跟Busche Cell呢 它是属于这个叫做Low Input Resistant Cell 那Static Cell呢 跟Fucifon Cell呢 它是所谓的这个High Input Resistant Cell 也就是说呢 它比较容易产生这个动作电位 这个Busche Cell跟Otopus呢 比较不容易产生动作电位 但是更重要的是呢 它的这个EPSP 就是Excitatory Post-Synaptal Potential呢 在这个Otopus Cell跟Busche Cell呢 它是属于这个Ampa Receptor Dominator 这种Glutum Receptor 所以呢 它的反应是非常的快速 是Brief Synaptal Response 那在这个Static Cell跟Fucifon Cell 它则是NMDA Receptor为主的Glutum Receptor 所以它是属于比较 时间比较长的 称为Longer Lasting的Response 那这些不同的反应的特性呢 表示了出它显示 表示了它处理的声音的讯息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呢 在前一节曾经讲过 有ITD就是时间差 IID就是音量差 来分别声音的这个 来自两只耳朵不同的这个音源的位置 那Busche Cell呢 它因为呢 它是非常反应非常快速的一个细胞 所以它非常适合呢 去侦测这个ITD 就是音量这个时间差 跟IID就是音量差的一个差别 那Static Cell呢 也有参与这个音量差的部分 那至于呢 Octopus Cell呢 主要是负责 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Sound Pattern的Recognition 那Fusifon Cell呢 就是我们前一节曾经讲过的 声音呢 在这个垂直面 Vertical Plan上面呢 藉由这个Spectrum Q呢 去分辨声音的这个音源位置 是在上方和下方呢 则是由这个Fusifon Cell来负责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在Cochial Nucleus里面呢 藉由这四种不同的 Parallel Ascending Pathway 可以将声音呢 进一步的去区分 它一些不同的特征出来 那我们在上一节当中呢 也看过这张图 这张图在上一节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Focus在这个Ascending 就是往上传递的Pathway 我们曾经介绍过呢 MSO呢 是负责所谓的这个 时间差的这个音源变位 LSO呢 就是Lateral的这个 Superior Oliphal Complex呢 主要是负责这个音量差的部分 但在这一张图 在这一节里面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蓝色的线 也就是从这个Medial的Oliphal Cochial ETH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蓝色的线呢 是从对侧来的 它会呢 会去 回去呢 Feedback Synapse在Cochial的这个 这个 这个Outer Hair Cells上面呢 去调控它的这个Activity 那另外呢 从这个Lateral的Oliphal Cochial ETH呢 它则是一种 Unmyinated Axon 负责去调控这个Inner Hair Cells的Sensitivity 所以这些所谓的ETH control 或者是所谓的这些 Descending Auditory Passway呢 它的功能呢 主要呢 是去调整 所谓的这个Input的讯号 包括呢 它可以增加这个SN Ratio Signal to Noise Ratio 也可以呢 去降低这个Cochial的Sensitivity 因为会藉由这个影响呢 去抑制了这个Cochial的这个Activity 那同时呢 也可以去保护呢 当你听到太多 太大的声音的时候呢 会造成你的这个Cochial Damage呢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保护 所以就像我们在之前 曾经讲过说 Hair Cells本身呢 会藉由这个Hair Cells的Gating Spring的这个移动呢 来调整它的这个Adaptation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也可以透过这个Central的Etherent Control 也就是Descending的Passway呢 去调整这个Cochial Hell Cell的一些Response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这个往上传递的Passway 在上一节当中呢 我们也看过这张图 但是我们那时候主要是讲说呢 在这个讯息呢 往上传递的过程之中呢 从这个阎脑 桥脑 一直到中脑的这个Inferior Covicle 下丘这个位置呢 进行整合之后呢 有一条Passway呢 是传到这个Superior Covicle 这上丘的部分呢 进行所谓的Sung Localization跟Spatial Map 我们在上一节有详尽的介绍 那这一节呢 我们主要是要介绍的是 另外一条Passway 也是从Inferior Covicle出发 但是它不是往SC走 而是往这个Salamus 就是四丘里面的一个位置呢 在经由四丘呢 传到大脑的听觉皮质 那这个呢 当然是负责Sung Recognition 或者Sung Perception 就在大脑的这个听觉皮质里面来运作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大脑的这个听觉皮质 那我们以这个领长类的这个听觉皮质为例呢 在这个Primary上面呢 我们的听觉皮质是位在我们的这个涅叶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刚好是这个所谓的Bronman Area 41 41区的位置 那41区里面呢 当然也是有好多个不同的分区 如果我们以最主要的Primary Auditory Cortex为例的话呢 可以看出来说呢 它仍然维持了这种所谓的Tonal Topic Main品 低频的部分呢 是位在Anterior前端的部分 高频的部分呢 是位在后端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把这个Primary的这个Cortex打开来 这个Auditory Cortex打开来看的话呢 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所谓的Tonal Topic Main品 它有四个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的 是具有所谓的这个不同的Frequency 按照顺序排列的这种Tonal Topic的Feel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周围的一些区域呢 是属于Less Tonal Topic的Feel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呢 这些不同的这些所谓的Tonal Topic Feel呢 它的排列方式呢 也是所谓的Mirror Image 也就是在High Frequency的另外一方也是High Frequency 所以是呈镜像对称 这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讲这个体感觉皮质的时候呢 我们说在体感觉皮质的地方呢 也有很多的所谓的Someta Topic Main品 而且它也是呈这个镜像对称 所以在听觉一样呢 可以看到在这个大脑皮质呢 很多的这些Organization的Principle呢 不管是在视觉 在听觉 或在体感觉呢 是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 在这里呢 它也是一个呈现所谓的Mirror Image Tonal Topic的这种现象 但是呢 到了这个Kotek之后呢 当然它不是只有对这个频率产生反应 它还开始呢 去经由不同的Inter Neuron 不同的Circuitry呢 去进行一些声音的这些特征的这些截取 包含了这个Bandwidth 可以去侦测不同的这个波段 或者是呢 去像我们之前讲音源变味的时候呢 去比较左右两边耳朵来的声音的一些不同 Bianial Interaction 或者是能够去区分说这个Sound的Loudness 就是吵杂的程度 或者是这个Frequency的Modulation 也就是这个频率的这个调控部分 还有Pitch 就是当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呢 我们不仅仅是听到声音的频率 我们也知道音调的这个不同 这些呢 都是在大脑的这些Auditory Cortex里面呢 藉由这些不同的讯息 进行处理而产生的声音的特质 在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几个比较特例的一些动物呢 是过去我们研究所谓的声音的Perception 当然我们研究声音呢 研究听觉彼此呢 最关心的当然是人类的这个语言 人类的这个Speech 还有它的这个听觉 但是呢 因为我们很难直接对Primate 或人类做很深入的研究 所以过去研究呢 基本上呢 喜欢用一些很特殊的生物 比如说我们现在介绍这个Bat 就是所谓的蝙蝠 蝙蝠呢 是在这个陆生的动物当中呢 Ecolocation的技巧最好的一种 也就是它可以利用所谓的回升变位的方式呢 在黑暗的这个夜晚当中呢 可以从这个Golf Coast的上空呢 去detect一个single mosquito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它可以做到 这是呢 在1958年的时候呢 这个Donald Griffin呢 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 这个实验呢 就是把这个蝙蝠呢 放在一个全暗的房间里面 在房间的中央呢 它摆了一条一条的线 每一条线呢 是30公分间隔 然后让这个蝙蝠呢 从这个教室的一端呢 飞向另外一端 如果呢 它能够看到线的话呢 它就不会撞到 会miss 就是会不会错过 不会撞到这个线 但是呢 如果呢 它by chance的话呢 是在35%左右 所以你发现呢 如果这条线的直径呢 是这个小于0.3mm的话呢 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情形呢 它都可以飞过去 不会碰到这个线 所以显然呢 它可以区分这个线呢 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当然如果这线非常非常细 小到呢 直径呢 小于0.3mm的话呢 当然呢 它撞到的机率呢 就会大大提高 所以这表示说呢 这个BAT呢 它可以利用这种 echolocation的方式呢 去辨别非常非常微小的物体 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过去的研究呢 针对BAT的auditory Cortex 进行非常多的研究 我们知道呢 BAT呢 它所发出来的声音呢 是属于高频的声音 是我们人类听不到的 我们人类最多只能可以听到 20kHz 它发出来的声音呢 有好几个不同的波段 有30 60 90 120kHz 最常用的是60kHz 那它发出声音呢 有两种不同的特征 第一种特征呢 它会发出一个叫做CF 简称为Constant Frequency 就是固定的频率的声音 这个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这个Val 就是母音的部分 是属于一个固定的频率 但是呢 这个声音呢 会在一段时间之后降下来 就是Frequency会往下降 这种我们称为Frequency Modulation 或Modulated Frequency 这个呢 是比较接近像人类的止音 人类的止音呢 也是有这个Frequency的改变 那所以呢 当它发出一个声音之后呢 会有回音回来 回来的部分呢 用虚线表示 当这个蝙蝠呢 越飞越近的时候呢 它所发出来的声音呢 就越来越短 就是越来越急促 你可以看到这个声音的时间 就越来越短 但是呢 它发出的声音呢 都会搭配回来的声音 那这些声音呢 有什么用处呢 基本上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它可以在漆黑的晚上呢 去detect这个Mosquito呢 它想必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声音变味的能力 所以它透过了几个 很非常特殊的 这个神经的处理机制 第一个呢 是所谓的FN FN FN就是所谓的Constant Frequency 所谓的Frequency Modulated 这一部分呢 它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 去detect声音出去 跟回来的时间差呢 去detect到这个target 跟它自己本身的距离 那利用这个CFCF呢 就是所谓的Constant Frequency呢 它可以去detect 这些目标物呢 移动的速度 因为呢 当它自己移动 或是目标物移动的时候呢 Frequency会改变 那离它越近的话呢 飞向它自己的话呢 这Frequency会增加 离它越远的话 Frequency会减少 这个现象呢 就是我们一般在 高速公路上呢 这个警察用测速器呢 就是用这个方式 就称为Doppler Shift 利用这种都卜勒效应呢 去侦测呢 所谓的这个速度 可以利用这个CFCF之间的比较来得到 另外一个区域呢 是非常特别 在它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听觉皮质呢 有一个非常特化区域 除了它跟我们人类一样呢 有所谓的这个低频到高频的 Tonotopy的排列之外呢 它在60到60Hz的地方呢 有特别膨大的一个现象 这个膨大的现象呢 就是去detect呢 非常微弱的这种Doppler Shift 比如说 当有这个Moth的Wing 就是说这个鹅的这个翅膀在震动的时候呢 它会造成呢 非常微弱的这个 这个Doppler的这个Shift的效应 那这个DSCF呢 就是detect 60到60kHz这个范围呢 可以让它能够侦测非常非常微小的震动 以至于呢 它可以知道它的猎物在什么地方 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 需要这么微小的这个区分呢 所以它有特别膨胀的区域 所以有点像是我们视觉里面的这个Fovia 就像我们视野的中央窝呢 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称为Acoustic Fovia的地方 过去的研究呢 我们当然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recording 所以在这个bat的Fn的地方呢 进行recording 发现呢 这些neuron呢 它不是只针对特定的频率有反应 如果你放单一的频率 比如说你只给这个发出去的声音的话呢 是没有反应的 或只听到这个echo回音的话呢 也是没有反应 但是如果echo跟这个发射声音呢 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 或者是将近非常短的时间的话 那反应非常强 但是如果这个间隔很远的话呢 反应又很弱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FnFn Combination Sensitive Neuron 这种neuron呢 只在两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有异异的生物讯号的时候 它才会有反应 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讲 视觉神经元的时候呢 你要看到一个物体 你要看到物体的整体的时候呢 它才会反应 看到个别的part的时候呢 是不会反应的 所以这是呢 在这个bat上面呢 我们学到了很多 关于大脑的听觉皮质呢 如何处理听觉讯号 跟分辨听觉的这些特征 的一些处理方式 那当然我们也很关心 那在灵长类呢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化的 一些方式 我们在讲视觉的时候呢 我们讲了非常多次 我们说视觉呢 处理呢 有分成所谓的Dosal Passway 跟Ventral Passway Dosal Passway呢 负责Where的information 那Ventral Passway 是负责What information 同样的 在听觉里面也是如此 在所谓的这个Dosal 也就是Where Passway里面呢 它主要呢 是负责所谓的这个声音的变位 或者是音声音的移动的这个速度 或者是Motion以及去利用声音呢 来做Spatial的Segregation 相反的来说呢 在它的这个Ventral Passway呢 则是去分辨声音的这个特征 比如说是谁的声音啊 或是这个声音的品质啊 等等这些所谓What的讯息呢 是由这个Ventral Passway来处理 所以你可以想见呢 可以想象呢 在听觉皮指呢 它的这个排列 跟它的这个讯息处理的方式呢 跟视觉是非常相似 它也是分成两个Pathway 平行的Pathway 一个是负责What 一个是负责Where的Information 当然我们很想知道说 人类的听觉到底是如何 可是呢 我们很想要知道的 除了人类如何听到声音之外呢 我们很想知道说 当我们听到一个声音之后呢 我们如何发出声音 也就是我们的语言 来作为沟通 那过去其实非常有趣的是呢 如果你仔细去看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呢 在哺乳类当中呢 真正的所谓的Vocal Learner 就是可以学会说话这件事情 或学会发出声音这件事情呢 其实并不多 除了在海洋当中的Cetacean 就是像鲸豚类的 或者是刚才讲到的Bat呢 被证实呢 是可能藉由学习而产生 大部分的哺乳动物 包括像猴子啊或者是猫 它们发出声音 可是声音不是学会的 它本来就会叫这些声音 所以它不是靠学习 但反而是呢 鸟类呢 我们知道有几千种的Songbird 就是会鸣叫 会唱歌的鸟类 以及呢像Powler 像这个鹦鹉 它会学会人的说话 或者是Hummingbird group 就是蜂鸟这一个类群呢 它们是一个非常好的Vocal Learner 也就是它们不学不会唱 但是学会之后呢 它们会非常唱出独特的声音 所以呢 对于语言的学习呢 或者是我们想要知道 我们大脑皮质如何处理语言的讯息 其实过去研究呢 很多是focus在这个 这个Songbird 这个learning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些实际的例子 这是实际上呢 如果你去针对这个北加州的不同区域的鸟 同样一种鸟啊 这种鸟呢 叫做Y Cron 去做实验的话 你会发现 它所发出来的三种不同的鸟呢 不同的区域的鸟 是同一个species呢 声音是不一样的 有点像是呢 我们住在不同地方呢 会有方言 它们也有所谓鸟的歌唱的这个方言 而且individual也不一样 就像我的声音跟你的声音呢 也略微不同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同一个species 它会有因为呢 它的这个沟通的这个程度不同呢 它会产生不同的语言 接下来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这些歌呢 是不是可以透过学习才学会的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鸟呢 放在一个 听不到它同一种 就是conceptive song的时候呢 它还是可以唱 但是呢 它唱出来的歌呢 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称为isolate song 不过更严重的是呢 它如果你让它是可以听到 如果你把它isol了下来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deaf的话呢 就是你把它去 不能听到自己唱歌的话呢 这个时候是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因为它如果没有办法 听到自己唱歌 或是听到别人唱歌的话呢 这时候呢 它完全没办法唱 而且没办法学习 所以它唱出来的歌呢 是非常混乱的这种 所谓的random song 所以这个实验里面 告诉我们说clearly 这个我们说人类的语言的学习 或者是这个鸟类的 这个歌唱的鸣叫呢 它是透过一个学习过程 而且呢 听力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它听不到自己唱 或是听不到别人唱歌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去学会 这种所谓的歌唱 所以我们可以说 歌声的学习呢 是透过这个模仿而来的 最后呢 我们来看说呢 在过去呢 想要研究这个somber learning 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想要知道说呢 它会不会受到 后天的环境的影响 我们发现呢 其实呢 这些呢 不管是人类的这个 语言学习 或者是呢 这个鸟类的这个 歌唱的学习呢 其实它并不是一出生的时候呢 是totally 这个blend slack 就是完全是空白的 它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会唱一些基本的歌 但是呢 会受到后天环境 所谓的acoustic 声音的这个经验的影响 而快速的改变它的神经系统 比如说我们用人类为例呢 如果是一个在美国出生 讲英语的这个婴儿呢 它在一岁之前呢 它其实是可以分辨这个 斯这个音 这个是在mandarin 讲中文的人呢 很容易分辨 但是呢 如果超过一岁之后呢 这个 美国学 美国人如果他是学英文的话呢 他就没办法区分 所以换句话说呢 他所接触的这个acoustic language environment呢 会去影响到它的反应 那在过去呢 我们对于这个sombo的learning呢 也找到了 虽然鸟类呢 没有所谓的neocortex 只有哺乳动物呢 才有大脑皮脂 但是它在前面呢 有个称为paladin的地方呢 其实有一些核区 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核的位置呢 是处理类似的讯息 比如说这个hvc呢 是等同于我们在哺乳动物当中的 这个前运动皮脂 ra呢 则是相当于这个motor cortex 那过去研究呢 在这个跟鸟类的这个听声音 这个鸣唱的这个区域呢 去做记录的话 会发现说呢 经过了后天的学习之后呢 这些neuron呢 它变得非常非常selective 像是这个我们称为son selective neuron 在这个区域呢 去记录的话呢 会发现说 如果你这个playback 它自己的声音的话呢 它的反应会非常的强 可是呢 如果你把同样的声音呢 这个颠倒过来播放的话呢 同样的能量 它的反应会减弱非常多 如果呢 是播放conceptive 就是别人的歌唱的话呢 它的反应呢 也是削弱很多 这有点像是我们之前 在讲视觉的时候呢 我们说有些neuron 它会辨认自己的脸 那这个就像是可以辨认自己的歌一样 它只会辨认自己歌 不会辨认其他人的歌 或者是它自己歌的这个相反的方式来播放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很有趣 跟我们在讲视觉很类似 这个它是对于所谓的combination 才会产生反应 比如说这个歌呢 有六个音节 比如说ABCDEF 如果你只放前面四个音节的话呢 反应是比较弱 只放后面两个音节的话 反应也比较弱 如果你ABCDEF 变成是一个完整的音节的话呢 它的反应会变得很强 就像是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个脸的实验一样 你把眼睛遮住 反应就会降下来 你把嘴巴遮住 这个反应就会降下来 全部的脸出现的时候呢 反应才会增强 所以从这个实验里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呢 所谓的song selective neuron呢 它不仅仅是呢 对听到自己的声音呢 会有反应 而且后来还发现了说呢 当它听到别人这个 或者是自己进行这个song production 就自己唱的时候呢 也会有反应 所以它就是像我们之前 曾经讲过的 有镜像神经验的功能 帮助它呢 进行这个模仿跟学习 所以才会 才能够学习 所谓的这个 不同的这些歌声呢 才能够利用这个方式来学会 那最后呢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在这节当中呢 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是我们说呢 这个声音呢 它最主要的地方呢 是在这个内耳呢 将这个讯息 截取之后呢 第一个处理站呢 就是在cochlear nuclear的地方 cochlear nucleus呢 它开始有不同的neuron 会进行不同的处理 所以是平行处理的起点 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 在这个灵长内呢 它有好多个这个 不同的这个primary 跟secondary的area 我们也讲到了 在这个蝙蝠呢 它的echolocation 这个回音变位的方式呢 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说 到底呢 这个蝙蝠呢 怎么去extract它 跟behavior有关的 这些声音的特质 那我们也看到了说 在如同视觉讯息处理一样呢 在大脑的听觉的这个circuit呢 也是分成所谓的dossal 跟这个ventral wear跟what wear跟what的 separate的这个process stream 最后我们看到这个 鸟类的这个歌声的这个学习呢 它是要需要经过了这个 不断的听力的这个帮助 才能够帮助它进行 所谓的vocal learning 跟production的过程 一定会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